哈喽大家好 我是原木工坊李嘉玉 老屋存在总价低 室内空间大等优点 是不少人的购屋首选 但不符合需求的规划与基础建设 势必得要经过翻新 才能舒适入住 建议将六层的预算 放在基础工程上 再服以完全客制化的原木家具 建立风格与机能 从根本着手 在理想预算中 赋予老宅新生命 现在就用四个实际案例 探索老屋翻新的装修小秘密吧 看影片前 记得打开下方CC字幕 订阅我们加开启小铃铛哦 厨房为家人互动中心 选择改以半开放式呈现 拾木拉门避免油烟侵扰 通透视觉维系互动 预先规划的机能 则强化实用性 日常更从容优雅 这次翻新 选择将闲置的阳台活化 先以拾木拉门 服以老砖建构墙面 再以满方松填满阳台 化解潮湿疑虑 除了种植花草 还可以提供新的休闲选择 因屋主热爱自然 老屋室内选择以花卉装点 石木雕刻 玻璃与清水膜的相容 增添视觉与层次 宛如都市里专属绿洲 退休时光超惬意 老空间屋高较低 我们先以浅色木质 包覆大梁 再服以木条 营造木屋般的斜顶设计 错试手法挑高空间 氛围温馨 缺点也完美化解 将自载翻新 是屋主的生日礼物 根据居住心得 以石木克制收纳机能 以前不好用不好收的 通通升级 老屋翻新工程也大幅缩短 除了实用性 疗愈感也很重要 将屋主喜爱的扑克牌花纹融入 再挪用机灵空间 增添小吧台 每个角落都是不一样的端景 35平的柱商混合空间 为屋主与原木工坊的二次合作 因为石木家具不易耗损 且易参卸 搬家也通通能带走 将老家具重复利用 完美兼具美感与预算 采光不佳 是老屋常见的问题 我们巧用浅绿色铺成墙面 先以色彩心灵照明亮感受 再引用鞋顶设计 不仅视觉更明亮 压迫感也不见了 最后帮大家统整一下 今天的老屋翻新重点 35平清纸宅 打开封闭厨房活化阳台 舒适又高互动 33平退休宅 自然元素修饰屋高 愜意又有层次 28平单身宅 客制收纳搭配疗愈设计 好收又舒心 35平助商混合 沿用绕家具搭配浅色系 超值又明亮 以上就是今天的内容 也别忘了订阅我们的频道 加开启小铃铛 下次见 拜拜